西平股東會委託書徵求截止 15號臨時股東會登場 日月光提出假處分 攸關會議是否喊咖 法界預估工房勝負吳武波 但伴隨的單保金 將創歷史天價 可能有到百億這樣 因為它涉及到的是 涉及到公司經營權的一個 一個異動 所以它的損害 不是只有股價上的 日系之戰 雙方有信心沒把握 一旦法院核准假處分 西平只能改期開股東會 或跟最大股東日月光 坐下來談判 緊急狀態這種處分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 無法聽到雙方延遲編論的結果 在這種狀況下 可能它假處分能夠 過關的機會就不高 不管假處分通過與否 日月光早就備戰 外傳徵求委託書 早就未有一定數量 一旦成功阻擋紅系列 日月光有權跟西平談判 即使換骨案成真 也能訴諸法律 日月光的下一步動作 大概還有可能會主張說 它的股東會 是不是有違反法律的規定 需要法院來認為 撤銷它的一個股東會的結果 雙方動作頻頻 但最關鍵的還是股東態度 從9月30號到10月12號 股東可以用電子投票 行使表決權 外資持有細平5成以上 將成萬件票數 這一次日月光在收購外資的股份 在收購一般投資人的股份的時候 幾乎是壓倒性的 獲得這些外資的認同 未來的營運 細品其實已經感覺進入到困獸之鬥了 日系和對決紅系列 纏鬥將近兩個月 日月光細品各有優勢 勝負高下15號 建分校 動森 財經新聞 陳明方 梁立 泰國島